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也有一种方法能让以前的朝代留下来的文物得以保全 今天我们就说说这个办法 在以前皇帝有三公六院 所以大多数皇帝会在生育能力没有缺陷的情况下养育许多子嗣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总共有26个儿子 这些儿子出名的非常少 大多数只是赐了一些封地奖赏 甚至是一些官位而已 现在就在一个小村庄里发现了朱元璋的儿子们 在此生活后留下来的种种迹象 而且不仅是一个儿子 甚至发现有好几个儿子在此生活过 这个村庄的村名都姓朱 地址是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的榆林台村 至今在这个村庄中流传着他们是大明皇族后裔的说法 其中一个村名家中发现了一张年代久远 是仍然在使用的架子床 之后经过考古专家的仔细鉴定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明代皇家使用的东西 是龙床 并且从各个迹象表明 这些文物确实是明朝的 而且从村中老年人的话中 我们可以得知 本来这个村庄的名字是榆林村 榆林在古代的隐喻就是龙林 而且在村民当中有许多点自备的人 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 朱元璋的第25个儿子就是用这个字做排行 甚至在这个村庄里不仅发现了亲王的后裔 就连朱元璋长子的子孙也在其中 根据收藏龙床的村民朱新光的介绍 其通过解读史料和佐证考察 发现自己的家族应该是朱元璋25子 一王朱木仪的后代 村庄中有两位老人是对双胞胎 名字里有顺和良这两个字 其实这两个字正是朱元璋当年赐给长子的两个字 当年朱元璋赐了七个字 分别是永 免 适 须 点 顺 良 就为给后代取名用 甚至在村民家里也有很多明朝遗物 比如说大明宣德卢 明朝官瑶瓷器等文物 就连现今最珍贵的黄花梨家具都非常多 可以说明朝是汉唐之后中国最强大的一个朝代 同时也是汉人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不管是在军事还是经济都在当时的国际先进之列 但是明朝到底有多强大呢 你可能没什么概念 说几个第一你就能明白了 第一点就是明朝的野铁产量排行世界第一 比起宋朝是他的两倍之多 即便是后来的清朝也没能赶上他 第二点明朝的白银拥有量 在当时也是全世界第一 在当时新航路开辟 白银就成为了财富的象征 列强成功到达美洲 并且很多国家都成了他们的殖民地 之后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许多银矿 为了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 最终这些银子就源源不断的流向了中国 第三点就是军事实力全世界第一 看到清朝那么软弱 大家肯定没有想到封建朝代时期明朝的强盛 虽然明朝被后来的满清打败了 但是明朝是输给了自己 他输给自己的内乱 甚至是输给了当时的天灾人祸 第四点就是海军实力全世界第一 郑和都被人所熟知 可以说他就是那个年代的绝对风云人物 整个印度洋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后来又有功臣正成功打退了强大的荷兰海军 成功收复我们的宝岛台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